电影《宁安如梦》中白露的男装形象被露透射曝光 白露自从凭借周生如故的崔石仪一角出圈以来热度一直不低 辨识度极高的颜值加上讨喜的性格让白露很招人喜欢 后续资源也比较给力 不仅加盟了热门综艺跑男 还有一部与罗云西二搭合作的仙侠剧《长月静明》 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近期白露合作张灵鹤、王兴月、周俊伟三位男神主演的《宁安如梦》已经正式官宣 并发布了三张预告海报 让人颇为期待 虽说刚开机时宁安如梦的造型路透不如人意 但后来的路透图一组比一组惊艳 无论是不一惊差男演青城之色的江雪宁 还是霸气四射眼神碧腻的宁后都让人疯狂心动 虽说江雪宁和黎苏苏两个角色人设截然不同 但从锦衣华福的霸气皇后江雪宁和温柔 治愈楚楚动人的神女黎苏苏身上都看到了白露的演技 让人不禁期待起她在这两部作品中的表现来 影视剧《宁安如梦》 改编自实境的小说《昆宁》讲述了江雪宁众活仪式 最终做出不同选择 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故事 这部作品也算是典型的大女主设定 有江雪宁和帝师谢威、小将军燕林、 清正连陈章这三人前世今生的纠葛 在白露和周俊伟的铜矿剧照中 意气风发的小将军燕林和穿着男装的江雪宁 坐在一起CP感十足 江雪宁和帝师谢威的铜矿剧照 则多了几分才子佳人的意味 穿着浅色宫装的白露和穿着黑色古装的张灵鹤相对而立 怀中暴舒贤静优雅 简直就是电影级的视觉享受 不得不说官配CP才是最香的 男主谢威的人设腹黑又禁欲 演绎起来不算轻松 张灵鹤劈着毛领披风拉开长弓的动作 尽显鹰气、犀利的眼神射人心魄 颇有风批男主的韵味 白露宁安如梦男装好萨 请在评论区留言 并且不要忘记给编辑点赞和订阅 谢谢